男子被四个鬼魂附身 抽烟喝酒 暴饮暴食 样样不落 没想到却意外收获真爱 今天虎将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开心家族》 阿呆的亲人在他小时候全都出车祸去世了 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由于实在感觉太孤单 长大后 他屡次想要自杀 这天 他来到旅店里准备吞药 但是被及时赶到的店主给救了 他又想去跳河 却被巡逻的人给捞了上来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睁开眼却发现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他坐在病床上感到很失望 怎么自杀都这么难 这时 他发现病床旁边坐着一个抽烟的大叔 更奇怪的是 自己手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拿着一支烟 护士走过来告诉他医院静烟 然后把他手里的烟给抢走了 因为经常想自杀 他被送去了精神科 医生办公室的柜子里 他竟然看见一个一直在哭的女人 医生看着阿呆在对空气说话 觉得很奇怪 原来大叔和女人都只有阿呆能看见 医生判定他有精神分裂症 这天晚上阿呆出门上厕所 却在护士站看见一个蹲在桌子上的老头 女人和大叔也出现在他身后 他被吓傻了赶紧跑回房间 看见这三个人竟然同时飘在空中 阿呆这才意识到他们都是鬼魂 第二天早上 病房里多出来个贪吃的小男孩 这下烟鬼 爱哭鬼 老色鬼 贪吃鬼都到齐了 不久后阿呆出院 不管他走到哪儿 四个鬼都缠着他 并且轮流控制他的身体 烟鬼让他疯狂抽烟 爱哭鬼让他变成一个哭哭啼啼的男人 色鬼让他喝酒后调戏邻家妇女 爱吃零食的小鬼让他变得暴饮暴食 他被折磨得日渐憔悴 家里甚至因为鬼的阴气太重而结冰 他终于忍不住去找了一位大师 大师说 只有帮鬼魂完成愿望才能摆脱他们 回到家 四个鬼都告诉了阿呆他们的心愿 色鬼想让阿呆帮忙找到一个相机 然后还给朋友 他们走遍所有的相机店 但怎么找都找不到色鬼想要的相机 色鬼说 其实这个相机一直在一个警察手里 于是两人来到警察局 色鬼附在阿呆身上去要相机 却因为妨碍公务被抓了进去 还好色鬼和老警察是旧相识 他故意说出老警察的秘密 老警察为了不暴露赶紧讨好他 不仅还了相机还把他放了出来 色鬼如愿以偿地把相机还给了这位在住院的朋友 和朋友在医院食堂吃饭的时候 阿呆遇见了护士小花 并且对他一见钟情 接下来 阿呆准备帮贪吃鬼完成愿望 贪吃鬼的愿望是到电影院看一场动画电影 阿呆和贪吃鬼来到电影院 没想到偶遇了护士小花和一个患癌症的小男孩 看完电影后 小鬼竟然附在阿呆身上 抢走了小男孩的棒棒糖 他觉得阿呆很奇怪 这么大的人了 还和小朋友抢糖吃 随后 他们又在炸酱面店相遇了 被贪吃鬼附身的阿呆 一口气吃下了四碗炸酱面 这可把小花吓坏了 吃完饭 他们在街头发现了一个飞镖游戏 在贪吃鬼的帮助下 他们赢得了大奖 阿呆想把奖品送给患病的小男孩 但小鬼不同意 阿花看着自言自语的阿呆转身就走了 紧接着 阿呆帮燕鬼实现愿望 燕鬼说自己想开古董出租车 于是两人来到车厂 想投一辆黑车 没想到喝醉的看门大爷坐在黑车里 大爷开着车朝他们冲过来 然后一边哭 一边说着自己生活的不如意 原来大爷的老婆有了外遇 阿呆和大爷做了个交易 他帮大爷挽回老婆 以此换取古董汽车 这天 他跟踪大爷的老婆来到医院 却发现原来大爷老婆没有出轨 但是因为大爷常年在家抽烟 妻子染上了肺癌 不仅如此 他还怀孕了 于是他准备放弃治疗 保住孩子 阿呆把这件事告诉了大爷 大爷对此愧疚得不得了 随后 在阿呆的帮助下 两人和好如初 另一边 阿呆和燕鬼开着车来到海边 静静地坐在海边聊着天 第二天 阿呆开着车帮燕鬼去买东西 却因为无证驾驶被抓了起来 警察让他叫家属 但阿呆没有亲人 于是他拨通了小花的电话 随后小花赶来 他看见阿呆一个人坐在警察局里 自言自语 诉说着自己的孤独 他觉得很心疼 于是把头靠过去 听阿呆的心跳 这天晚上 阿呆送小花回家 两人坐在公交车上 他想起了燕鬼 曾经鼓励自己要勇敢表白 于是阿呆也靠在他的身前 听他的心跳 最后 轮到实现爱哭鬼的愿望了 爱哭鬼的心愿 是给喜欢的人做一顿晚饭 阿呆问他喜欢的人是谁 但他不肯说 最后决定跟阿呆一起吃晚饭 并且让阿呆也邀请自己喜欢的人 阿呆想起了小花 他来到医院 碰巧遇见小花的父亲 小花父亲说 自己时日不多 让两人赶紧结婚 但小花不愿意 原来小花和父亲的关系 一直都不好 他让阿呆不要多管闲事 两人也因此闹得不欢而散 这天晚上 小花的父亲去世了 他的亡魂来到阿呆家 让阿呆向小花转告自己的歉意 爱哭鬼和阿呆来到菜市场准备晚饭 小花也来到阿呆家 饭桌上 小花说自己相信阿呆可以看见鬼 但这也让他觉得很累 他委婉地拒绝了阿呆 阿呆一气之下 把四个鬼全部赶走了 他又开始变得孤独 于是打算在古董车里烧炭自杀 他坐在车里的时候 想起了和小花相处时的点点滴滴 他后悔了 于是来到医院找小花 并给他带了爱哭鬼之前做的紫菜包饭 小花问阿呆 为什么紫菜包饭里不放菠菜 阿呆解释道 妈妈说紫菜包饭里放水芹菜更好吃 这一下让阿呆回忆起了从前发生的一切 原来那四个鬼就是自己在车祸中去世的家人 爱哭鬼就是妈妈 在他小时候一直想做饭给他吃 贪吃鬼就是哥哥 因为被人抢走了电影票的钱 没能跟他一起看电影 爷爷为了给全家人照相 而抢了邻居的相机 爸爸买了一台新的出租车 准备带一家人去海边 没想到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车祸后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而他也失忆了 他哭着跑回家 把四个鬼都叫了回来 这时贪吃鬼哥哥跑过来说 自己把玩具留给了他 爷爷告诉他 拴住女人要靠真心 爸爸让他戒烟 妈妈哭着对他说抱歉 让他一个人孤独地在世上活了这么多年 然后爷爷拿起相机 拍了一张全家福 这些愿望迟了整整20年 才终于实现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呆和小花也走到了一起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原来一点都不孤单 家人其实一直都陪在他的身边 所以生离死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没有独自前进的勇气 回家人的推荐 我们给大家看电脑机 你呢 还没认识到